等到几人的衣服尺寸都凉好后 木小草对周水莲说道 娘 小花跟叛帝的衣服 还有我的 我来封 你就封自己的 还有绣的就行 这没事 反正咱俩一起做 做到谁算谁 周水莲拿起剪刀 就开始裁剪了 还有娘 屋子里又多了这些被子 家里铺盖应该是够了 我想带着叛帝助理间那间屋子 木小草回来后 因为家里的被子铺盖不够 所以一直都是跟父母 挤在一个炕上 中间拉个破布帘子 之前是因为条件限制 眼下铺盖是足足够了 所以木小草也想带着叛帝 单独睡了 行是行 不过过两天就要烧炕了 到时你跟小草 还不是要睡炕上 周水莲说道 我看了 里边那间屋子的炕不是死炕 跟外边这个是连着的 炕烧起来也是热乎的 等到天再冷了 秀儿就也跟我和叛帝睡一起 保准暖和 木小草早就想分开睡了 所以这些都仔细地观察过了 好 木水蹲在门口 动动着小花和叛帝玩耍 时不时抬头看了看屋里母女三人 有说有笑地铺床收拾房间 她憨憨地咧开嘴笑了起来 这样真好 等到床都不好后 木秀就开始做腊肠了 竹水莲和木小草都围了上来 都好奇地看着木秀怎么做 木秀把长衣的一头找出来 套在漏斗口上 用棉绳扎紧了 扎紧后 就往漏斗中塞入肉片 再用擀面杖往瓶口推挤 将肉片灌入长衣内 每灌入一漏斗的肉时 将漏斗下方长衣内的肉 再往里推挤 让长衣不要太紧绷 一边灌一边推挤 直到肉片全部灌入长衣 最后长衣末端打结 每隔一段 把肉推紧时候 用棉绳扎紧 最后腊肠全部分段扎好 好了 就挂到厨房的梁上 等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 木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 指着做好的十几节腊肠 做腊肠很肥肉 木秀又加了不少肉进去 这才做了十一节出来 木小草虽然有些奇怪 怎么剁肉时 肉看着多了一些 但是也没有想太多 看着被木水挂起来的腊肠 想到马上就能吃到 用腊肠做出的各种美味 木秀不由地吞了下口水 看着这些肉被如此地储存了起来 木小草也松了口气 总算是没有浪费 临近春节了 陆园的父母因为工作 暂时脱不开身 在陆园犯了寒假后 就让陆园先回来陪陆老爷子 而陆园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朋友 每日就是在家看书 和陪陆老爷子下棋 至于周倩倩 因为年底 工作忙得脱不开身 不然这会儿早就追了过来 首长好 生活秘书小田走进屋内 敬礼问好 小田 买到了吗 陆年冬年起一颗白色的棋子 轻轻放了下去 报告首长 我走遍大街小巷 都没有找到这个孙寄贤菜 大家都没听说过 小田回答道 怎么能问不到呢 总共就那几个商店 陆念冬皱起了眉头 这小田办事越来越没效率了 都两天了 还没找到 首长 这咸菜是您上一次 一位战友的孩子送过来的 我想 他可能是从他家那边带来的 是小孙吧 他家是住在镇平县 那或许是从他们县城买到的 陆念冬在小田的提示下 回想到这位战友 现在的家庭住址 爷爷 这村记咸菜是个什么东西啊 陆元抬起头 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过来晚了 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咸菜 等买回来了 你尝尝就知道了 陆念冬眯着眼睛 咋吧咋吧嘴巴 四十回味地又看向小田说道 小田 你这会儿去趟镇平县 看能不能买的 首长 要不要先打个电话 过去确认一下 小田问道 别 如果我打电话去问 他肯定还要送过来 我就是不想麻烦他们 这是我想吃的 那就要自己去买 陆念冬连忙摆手说道 爷爷 还是我去一趟吧 陆元刚听到镇平县 就觉得有些耳熟 这会儿忽然想起 木秀不就是镇平县鹦鹉村的吗 陆元顿时心念一动 与其天天在这里没什么事情 不如出去走走 顺便看看 到底是什么地方 能成长出像木秀 这样会做饭的小姑娘 陆元也不知道为什么 回首都之后 脑海中经常浮现出 木秀那双聪慧的眼眸 以及那高超的厨艺 你去 陆念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整日在家也是无聊啊 爷爷 您不是经常对我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 陆元摇了摇头 他只是去散散心而已 并不是去为了找木秀 行 那我让小田陪你去 陆念冬有些不放心 爷爷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一个人都去过很多地方了 你就别操心了 我收拾一下就走了 等到了打电话回来 那我让小田送你去车站 好小子 快去收拾东西 不然等会儿你奶奶回来了 你就别想走了 陆念冬看着现在 已经比他还要高上一头的陆元 心中生起一股子欣慰 这是他孙子 已经长成这么个大小伙了 陆元文言急忙起身 上楼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背着一个简单的书包 就算是行李了 小田开着小轿车 带着陆元去了汽车站 陆元一路颠簸 因为没有直达镇平县的汽车 陆元先到了镇平县所属的市里 在市里找到邮局 给陆念冬报了平安 随后又在市里休息了一晚上 这才又搭上去县城的车 最后在第二天黄昏的时间 搬车到了镇平县 在省城怎么也寻不到的孙继贤菜 在镇平县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陆元从车站下车出来后 随便找人打听了一下 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孙继 陆元站在门外 看着人来人往 进进出出的人群 他着实没想到 只是个咸菜而已 怎么看起来生意这么好 等到陆元走进店里 迎面看到的就是柜台前面 摆放了几排的咸菜罐子 说实得干干净净的 再往里看去是几排桌椅 咸菜罗子